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类的考验 他们必须要完成这个考验 才能够得到宽恕 可是大多数人认为 这是恶魔的诅咒 他们想要杀死恶魔 然后解除诅咒 现在因为得了黑死病 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非常害怕这种疾病 对死亡的恐惧 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男主是一个修道士 面对街头爬满老鼠的尸体 因为他也是一个新手 恐惧的他去找女友寻求安慰 男主想要让女主离开这里 这样就不怕黑死病的威胁了 男主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 他独自留在了这里 而让女友去森林里避难 女友临走的时候告诉男主 他会在森林的十字碑前 等男主一个星期 如果一个星期之后 男主还没有过来 他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 男主伤心难过了很久 他向上帝祈求 自己要离开修道院 去外面完成自己的修道生涯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圣骑士来到了修道院 圣骑士从大主教那里 获得了一个信息 现在有一个村庄 没有被黑死病感染 许多人选择去那里避难 而圣骑士这次的目的 就是去那里看看 不过圣骑士不认识 去那里的路 男主决定给圣骑士带路 这样自己也能够离开修道院 刚开始神父不同意 男主一再坚持 神父只好答应了他 第二天男主跟着圣骑士 一块出发了 圣骑士向男主展示了一个刑具 圣骑士告诉男主 他们要去的地方 其实是背叛了上帝的恶魔之地 村民们的祭祀仪式太恐怖了 他们经常用活人祭祀 还可以用一些可怕的法术 召唤死者 圣骑士现在要去村子里 抓村长还有通灵者 让他们受罪认罚 男主听到这里非常的害怕 他只好带领着圣骑士的人出发 在路上男主认识了他的伙伴 一个秃头 一个老王 还有哑巴 哑巴被法国人给抓住了 还被割掉了舌头 可是他还是很坚定的信仰耶稣 还有一个光头 行刑官非常残暴 他做过小偷杀人犯 但他也是个好人 队伍里还有一个雇佣兵 他有自己的孩子老婆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 他们一行人走了一会儿就碰到了一个女人 众人便要把女人烧死 因为这个女人被认定是女巫 圣骑士竟然挺身而出救了女人 可是刚走了几步就用尖刀把女人给捅死了 圣骑士告诉男主 如果自己不这么做的话 其他的人也会把这个女人烧死 还不如让他现在痛快的死去 到了夜晚行刑官告诉男主 曾经有一个村庄一晚上烧死了128个女人 每小时烧死16个 天亮的时候全村的女人都被烧死了 伙伴们还告诉男主 当初国王让他们用残忍的方式杀死了法国俘虏 伙伴们认为就是他们这种做法才招来的死神 从此之后黑死病就开始蔓延 听完这些事情之后 男主心里慌得要死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这么形容死亡 到了第二天 他们遇到了一群打扮怪异的人 不久之后一个伙伴突然开始咳嗽 他也染上了黑死病 伙伴们只好杀了他 然后他们继续赶路 男主好不容易进入了森林 可当他赶到十字杯那里的时候 竟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友 他只看到了女友的马和他留下的血液 男主立刻难受的吼了起来 从四面八方突然窜出来一堆土匪 男主只好回到圣骑士那里寻求帮助 伙伴们就和土匪们打了起来 土匪们打不过圣骑士他们 开始打男主 男主是一个修道士 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 幸亏有哑巴的帮助 他才幸免于难 可是他自己也中刀 死在山洞里 圣骑士看到这一幕非常的生气 他气势汹汹的教训了男主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很快他们就跑到了那个村子里 村子里安静的可怕 村长和小红接见了男主他们 小红还给男主涂了药 在和小红的交谈中 男主得知 自己的老公是被神职人员杀死的 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第二天圣骑士发现 村里的一个女孩 戴着已经失踪主教的使徒的项链 可女孩却说 她是从沼泽里面捡到的 到了晚上 小红给男主他们安排了酒席 行刑官他们被村里的女孩给迷惑了 小红也把男主叫了出去 他还带着男主看到了女友的尸体 之后男主就对小红的话 身心不疑 他还和圣骑士吵了一架 他们认为 是伙伴们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不久之后 男主告诉小红 要小心圣骑士他们 之后小红用巫术 复活了男主的女朋友 眼前的一幕把男主吓了一跳 圣骑士他们被饭菜里的迷药给弄晕了 第二天伙伴们都被小红给绑了起来 小红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信仰上帝 他们就能活下来 可是伙伴们没有妥协 他们最后和村民们拼了 男主感觉自己的女友不正常 就杀了他 男主最后追着小红 小红告诉男主 其实女友并没有死 只是他拿着迷药弄晕了他 是男主亲手杀死了女友 而圣骑士得了黑死病 村子里的人也被传染 都死光了 男主变得极端 从此以后他变成了圣骑士 专门杀女巫 也杀了不少无辜的女人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